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坐在旁边的宁静一脸无奈的表情 被网友解读为听不下去 节目播出后 宁静又先后发了两条意味深长的微博 引来了大家的强势围观 一起跟着小八哥去看一下 他到底说了什么 李小璐和PG1的事从跨年夜闹到现在 影响范围是越来越大 除了当事人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被卷入夜宿事件的马苏也是引火烧身 还被最近活跃的像个营销号的黄毅清 变明炮轰是李小璐和PG1的牵线人 之前他在节目里借机帮好闺蜜李小璐做澄清 还解释了自己那条上热搜的小秘密微博 但是网友们的关注重点 却都在一旁的宁静身上 在马苏说话时宁静虽然没有说一句话 但他全程撇着头 一会儿弯腰一会儿叹气 网友们纷纷认定著名耿直姐 这不耐烦的样子 难道是听不下去马苏胡说八道 忍不住想吐槽了 我们拍张照片毫无意义 我说的那个我有一个小秘密 是我们看唯秘秀的秘密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话 没有任何代入感 我都不知道 就是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热搜的话语 说哦 他的秘密是这个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只能觉得 他们没再说我 因为那不是我 他们说的是想象当中 他们认为的一个事情而已 还有不少人注意到 节目播出后 宁静还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 感慨套路复杂小心路滑 更让人觉得他就是在讽刺马苏了 也许是看到太多人在脑洞大开 有点杀不住车 宁静几天后又发了一条 更加意味深长的微博 还晒了自己一张短发红准的美妆 简短的一句生活好像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我们自己 疑似是在告诉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了 到底是大家脑洞太大 还是静姐不想再把事情到大 你们觉得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 现在连90后都已经开始有着中年危机 00后成了小哥哥和小姐姐 10后的萌娃们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长大了 曾经在亲子综艺真人秀那些奶生奶气的裸丽们 如今一个个都女大十八遍了哟 比如李小鹏家的奥利小公主 最近跟爸爸一起拍了一组时尚大片 当年那个软萌的大眼睛小宝宝 现在穿上白色露肩公主裙和黑白休闲装 已经出落成一个甜美优雅的小兄女了 某些角度还颇有神仙姐姐刘亦菲的仙气呢 爸爸去哪里的傲娇大小姐王诗玲 也时不时出来蒙大家一脸 前两天还有网友发了她秀英文的视频 骑刘海蓝裙子的安吉拉笑眯眯的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真是越来越有学霸少女伴了 除了这两位小美女 前两家那位疯一样的女子森蝶 现在也是平平玉立的大长腿小女神一眉 而且和爸爸越长越相似 而路易家的俄罗斯套娃姐妹花的姐姐贝尔 展开了之后更是成了气质美少女 梦娃们已经集体进化成小美女 你们看完是不是又想组团去别人家偷孩子了呢 传王宗世明自从去年年底被爆视力出现严重问题 随后住院观察 他的伤情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宗世明团队曾经回应说 医生表示宗世明双眼的眼眶均有多处骨折 左眼视力非常低 已达到国家残疾人标准 具体的发病原因还在进一步检查中 昨天有媒体爆料宗世明已经出院了 而且并没有进行手术 不过主治医师表示 宗世明的眼睛不能再遭受任何重击 否则伤势将会无法挽回 严重的话将会导致失敏 如此看来 一代拳王距离告别拳台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宗世明作为奥运冠军和高情商买棒 这次出事大家都跟着旧心 许多网友在评论里给拳王打起加油 小八哥也祝愿萱萱爸爸能早日康复啊 在无问西东中 当时三十多岁的张子怡 扎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 一身花裙子 这天真烂漫的模样 跟我的父亲母亲里比起来 几乎没什么变化 虽然现在已经是生了孩子当了妈 你那张娘娘依然拥有满满的少女感 最近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造型粉粉嫩嫩的 对着男神泛花痴满眼的小猩猩 说他十八岁都说多了 来来来一起跟着头条君来感受下 陆眼时看哭了baby的史诗集催泪大片 无问西东终于在今天正式上映了 要知道这部电影从剧照曝光之初 就吸引了一大波瓜友的注意 充满时代气息的服装 画报级别的特写 无疑不让人感受到满满的诚意 而演技大魔王张子怡 这次又挑战了少女的形象 梳着麻花辫浅笑的他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他多年前 演我的父亲母亲时期 辫子飞扬在两间 碎花裙随着奔跑的步伐上下翻飞 连皮肤都是水当当的十八岁feel 这少女感未免也太足了点 怪不得看过提前点赢的网友 纷纷给出八心八剑超好评 称赞娘娘演技的同时 更为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少女模样疯狂打抠 于是头条君终于忍不住 请来这位杜灵界的新楷模现身说法 逼个棒大讲堂之张子怡 其实光这个马尾巴我们就试了无数次 粗的细的长的短的 就是各种都在试验哪一种 更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最后导演选了两个 特别长的马尾巴 然后他好像在旁边这儿 还编了一流小辫子 就是要把这个年龄感带到 适合的这个角色当中 不光有这些造型元素加持 身材 皮肤 表情 神态等关键元素也时刻在线 不瞒大家说 预告片中的张子怡 在阳光下回眸一笑的那一幕 我可看了不像十遍 还有和同学一起晒被子时的青涩温婉 和黄晓明一起在操场上奔跑时的肆意自由 说出 我没有 时的坚定和倔强 哪里看得出是个三十多岁的淑女 分明刚满十八岁吗 对于表现这些特质 张子怡直言 想演艺少女感必须要走心 我觉得演戏是这样子 不是说在那一刻你要奔跑了 你就开始说 我要演十八岁 所以我要在十八岁的状态 可能从你试上装 穿上那条裙子 束上那两个马尾巴 你可能就要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还是随心吧 我觉得 你如果没有那个心的话 你奔跑起来 可能也是一种累赘 但是你在人物当中 你可能就是一个轻盈的 像两只小鸟一样在飞翔 大家小伯伯都记下了吗 想要有如假包换的少女感 除了外貌 更要有随心的演技啊 还不抓紧修炼起来 其实不仅在《无问西东》里 这两年出现在大众视线中的张子怡 随时随地都能散发出浓浓的少女气息 演员的诞生中 看到演技赛高的周一维 秒变花痴迷媚 眯眼甜笑的样子 可不就是你我身边的追星少女吗 看到灵消素和蓝莹莹的精彩表演 也瞬间切换到一脸人畜无害的灿烂模样 演盲女时那段感染力满分 少女感爆表的笑容更是圈粉无数 更早之前参加《最强大脑》时 提到张继科 居然还露出了娇羞式微笑 嗯 头条君一点也不嫉妒张继科 一点也不 连张继科没整 你怎么知道 我希望是 还有和大女儿小苹果 玩抖音时呆萌的样子 差点没把头条君给可爱字 妈 妈 心里的 两条腿的老鼠是啥 一个动漫人物 头牙 你说说 这不叫少女还能叫什么 说起来像张继疑这个级别的大花们 从作品的角度和日常造型来看 都不再是少女挂的了 知性的徐静磊 美艳的范冰冰 勤勤恳恳的李冰冰 还有转战到导演场的赵薇 每一个都魅力十足 但都和少女一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只有张继疑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少女的气息 这次无问西东里的王敏佳 和19年前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朝地相比 除了退去了婴儿肥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岁月仿佛并不会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青春干净的模样从未改变 即使当了妈妈 张继疑也似乎没有流失少女感 更因为母亲的感情 让她变得更加柔软 她在我们的专访中提到 看到王力宏给自己母亲写新的片段时忍不住落泪 我是看力宏的片段然后很感动 我在那儿落泪了 就是她牺牲了 然后她跟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说 妈妈对不起 哎呀我就我自己做了母亲 我受不了 所以这部电影到底是有多少类点啊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可德军在这里温馨提示 观影之前一定要准备好纸巾 一包可能都不太够哦 银2018潮音发布夜 本周六就要热情开唱了 大家对这场音乐界的唯觅秀 是不是很期待 据说台上不仅会有当红小鲜肉歌手 还会有一些前所未有的神跨界哦 绝对够潮绝对够然 今天就为大家提前揭秘 Let's Go 2018年国内第一场最强潮流音乐趴 腾讯视频迎2018潮音发布夜 终于进入了彩排时刻 在昨天官方发布的最新一波概念版宣传片中 就炸出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跨界组合 全能音乐小王子华千宇 要和德国来的机器人乐队 来一场嗨爆的人机大战 花花和真老铁门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音乐battle 真是想想就让人好激动啊 而著名低音炮小哥哥王嘉尔 将会与涂鸦夜行侠 Blake Shaw的墙壁涂鸦结合 来一场视觉与冰决的最强碰撞 而明日之子的超级巨星毛不易 这次要与来自东洋的人气摇鬼乐队 和乐器乐团 还有二次元电音少年赫兹一起登台 宁妹们 你们打破次元币 舔平的时刻就要到了 看多了小哥哥 那就来一个美丽大姐姐来换换口味吧 长腿女神莫文蔚 平时紧停性感嗓音 就能让人耳朵怀孕 在这场party上 网红艺术家 奥斯卡&格斯克尔 还会用身体投影 给女神加持 或许女神将再次突破自我 给大家呈现更多面画的超赞表演哦 说了这么多 你的胃口是不是已经被吊到了天上 不要急 明天晚上跟紧腾讯视频直播 一起来开火 一起嗨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有什么想收的想描的 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一起交流互动 在这里要感谢最大的 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加入QQ兴趣部落 让你不再孤单 明天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周末了 好好享受 下周一上午十点半 Bakebang来了 还是一样与您 不见不散 拜拜 咖啥 中文字幕——YK